噔噔噔噔 好啦 今天呢 就是要來玩我們今天的 戰策三國志 各位啦 這是這個最近呢 才剛剛上線的一款這個 手遊啊 不知道大家知道了沒 董卓好像喔 我跟你們講 他們是請那個 林雪 然後來代言 代言董卓 長得超像的 我當時覺得 嗯 這個代言人選的真好 然後呢 戰略三國志是一款這個 三國戰略策略的一個遊戲 然後它裡面有非常豐富的玩法 不只有建帝啊 然後還有一些副本 然後主線要破 甚至呢 它還有任何很多支線的 小訣竅要來告訴大家 好啦 那首先呢 第一款我們剛剛已經知道了說 這款也是有這個建帝的功能的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右下角這邊會有個封地 啊 那我們封地點進去呢 它就會有這個 陳... 陳... 陳珠甫 那陳珠甫裡面就主要是我們的這個建帝的功能 我們就可以升級 比如說 我們就這樣升級 然後要等 等一些時間 然後如果你有加入這個 工會的話呢 你也可以按幫助 然後一樣可以像是工會裡面去請求很多幫助 你也可以幫助別人這樣子 欸 我現在真的抽菜了 我連... 我超廢的 我工會是這個工會 這工會你知道是 它根本不用要求你的戰力 因為呢 要滿就滿了 要滿就是我的戰力還不到 我根本連工會都進不進 你知道嗎 好 然後這就是... 我先跟大家聊一下 這就是我們的工會 然後呢 最重要最重要要介紹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遊戲裡面最重要的玩法 就是工程 也就是陳戰的概念啦 那陳戰呢 基本上也是以一個工會為單位啦 就是我們會有自己的陳詞 然後呢 要去攻打別人的陳詞 那陳詞的狀態也有很多種 我們先隨便找一個給大家看 那教大家怎麼操作喔 在地圖這邊 你直接按下去就可以了 那手機的話 你就兩隻指頭 按下去 縮起來的話 然後它就會縮到一個程度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世界地圖的畫面 那模擬器的話 旁邊有地圖 就可以直接用點的就好了 現在這邊呢 可以大概看到 淺綠色的這個是我的封地 然後旁邊這個呢 就是我的工會的 隊友的一些工會成員 大概都集中在這裡 陳詞呢 是晚上八點會開始打 這看起來很慘耶 這個爐漿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 你看 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 那個陳詞正在攻打的一個畫面 然後呢 現在你會看到 它下面有這個被攻打方跟守備方 我們也可以直接去按進攻 或者是你要做集結 這就是陳詞最簡單的一個玩法 我們會在這段時間呢 我們就是可以去攻打別人 別人呢 也會來攻打我們的城池 但是 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這個是新手工會 所以呢 我們連一個城池都還沒有 所以需要你們 需要你們的助力啦 好嘞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介紹下一個 這個遊戲裡面呢 有戰力這種東西呢 就一定要有PVP這個東西吧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進去的禁忌看一下 禁忌呢 主要主要 它就是以演武場為主 點進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你現在自己的排行 那我的戰力呢 目前就是52,177 哦 有點少啦 老實講 但它有一個蠻特別的系統 我覺得可以 跟大家稍微簡單的 小小的聊一下 它不是那種 哦 我就是慢慢的爬個一兩米 一兩米 這樣慢慢上去的 你只要贏了它 你就直接取代它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這會讓你在打進擊的時候 會比較有點動力 岩武幣呢 它也會在岩武商店中 買很多的東西 所以大家還是要記得 每天都會有10次的次數 然後你就一定要 每天都上來 把這10次都打完 不管你打什麼都好 欸 我怎麼還是 欸不對 我剛剛想到 我剛剛本來想到進來嘴一下說 這個7萬 算什麼東西 然後結果 結果走進來一根 我怎麼還是5萬 那算了 我們就去把我們的這個 武將培養一下好了 那因為武將不是今天主要要介紹的東西 所以我們大概稍微帶過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稍微簡單升一下我們的武將 很推薦大家培養這一隻啊 這隻叫助容 因為呢 現在有活動的關係 很多很多活動都會送這個助容的碎片 所以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助容提升 一直升星 升星 升星 那升星對於你的這個戰鬥力是差超多的 加2的SS 都打不贏加3的A A級武將 所以其實呢 能不能升上去 能不能拿到他的碎片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來挑戰看看嗎 好了 來啦 好難欸 好啦 先跟大家來這邊解釋一下呢 這個畫面就是所謂我們 剛剛說還有另外的玩法 除了工程 建成之外呢 還有另外的玩法就是這個 棋盤式的PVP的一個玩法 也可以在PVE裡面用到啦 阿不過他就是 在這裡面呢 你總共可以放上6隻武將 那放6隻武將呢 就看你要怎麼搭配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兵種嘛 盾兵應該是要站前面嘛 最前面 阿可能接下來是騎兵或步兵 然後術士跟工兵一定是要到最後面的嘛 所以我那時候我覺得這也是對我來說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好 先裝備這個 趁火打結 對 工兵一定是在最後嘛 所以我放2隻工兵 但我這個部隊就沒有帶術士 所以我不確定沒有帶術士的情況下搶不搶 應該就先這樣 我們來打打看 超緊張喔 我們要打一個變我們強的人耶 喔唷唷唷唷 我是劉備 所以我覺得他這遊戲光是由這個漸層的功能 並且配上有一個九宮格棋盤式的戰鬥 我就覺得這遊戲的內容就是很豐富的了 贏了 我真棒 那還有今天要跟大家主要介紹的另外一個東西呢 這是征戰 征戰裡面這邊有個雲煙16週 這也是非常好拿獎勵的一個地方 總結 這就是我們的離線收益的一個系統 在你離線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放著 放著在這 這途中呢 他還是可以幫你拿到很多不同的收益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的掛機收益 在這個系統裡面呢 你打的越高 他的那個掛機的收益也就會越高 那 雲煙16週呢 有非常多週 我不知道大家背不背的出來 我先跟大家說 我背不出來 哈哈哈 好啦 然後呢 你會看到旁邊有一個這個 預寒單 這遊戲裡面呢 有四季的這個系統 每一天 是一個季節 所以呢 例如你在這個冬天的時候要來打 可能你的一些冰種就會造到 遭受到一些debuff 這東西呢 就是要靠你的預寒單 然後你這邊上面就會 因為活動啊 或者是一些任務的關卡 過了之後 他就會送你預寒單 那如果你不使用的話 你看 天寒地動 他就會讓你在隊伍中的工兵 武將的防禦值呢 會減少10% 這就是debuff 下面這個有一個增加復稅啦 就是說呢 我只要按下去的話呢 我馬上就可以獲得兩個小時的層次收益 簡單來說就是 爽啦 加速 加速可以讓你拿到這個層次收益 啊 每天都會有一次是免費的 所以大家也要進來點這個 下一個培養呢 就是我們今天主要要介紹的一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呢 它叫做計測 什麼36計走圍上測 美人計 空城計 還有苦肉計 大家應該都聽得很多吧 那這個計測呢 就是 我們可以在各個不同的地方 可以去拿到一些這個計測的碎片 那等到你夠了 你看 像這個 這比較難 苦肉計像這種的話 你點它 它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碎片是要在活動的時候才可以拿到的 那你就是乖乖的這種東西 你就是等活動的時候 好好的去收集一下 基本上應該都不難啦 那像我們是已經有收集到這個趁火打劫的計測了 那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 它就會告訴你說 它的效果可以幫你做什麼 比如說提升武將的所有傷害10% 然後裡面點進來之後呢 它還會有各種不同的附帶的這個條件 你可以做升級 比如說攻擊提升本來是0.5% 我們就把它升級就變1% 我們剛剛有看這個隊伍嘛 你看這個隊伍的部分 我就覺得很誇張 你先卸一下 本來只有7萬8 就是單隊的 單隊的一個數量 戰力也只有7萬8 你光隨便加一個這個趁火打劫 加上去變9萬5 哇多了快2萬耶 我覺得這個武將培養了那麼久 然後幫他升星啊 BLABLABLA之類的 他的戰力也就這樣 但是你只要隨便加上一個計測 馬上就增加2萬 所以我覺得計測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時候想說 為什麼特別要介紹這個系統呢 我後來才知道 這個系統很重要 一定要介紹 像是這裡 你可以看到這裡 我們會有非常多的篇章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主線篇章 那主線篇章呢 從第一篇這樣慢慢升上來 記得一定要盡量趕快去把這個 這邊的任務 它教你做的任務呢 全部趕快解完 因為一旦解完之後呢 你基本上一篇 就會幫你升你的主人公的 角色等級會升一級 所以呢 這很重要 這個主線的部分盡量趕快去把它解解 而且它送超多好理 好啦 那我們今天是差不多 介紹到這囉 希望大家 真心肯求大家呢 也去點連結 然後下載一下 然後下來玩一下之後呢 裡面還可以輸入 禮包碼DW777 一樣可以獲得非常多的資源 就希望大家也可以進來玩一下 這遊戲真的是送太大了 有點嚇到